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现在呢关于房地产的B型企业越来越盛行 因为呢建筑本身还有就是居住 就是很环境影响的一件事 也因此呢越来越多人关注 关于房地产ESG这样子的议题 那现在在加拿大就有一间B型企业 它做了相当多的创举 让房子呢不仅仅可以助人更可以要帮助人 加拿大B型企业你从哪里来 是一间以老屋活化为主的房产公司 CEO沃德兰从建筑师父亲的手中 接下家族事业 管理约4万坪的房产物业 分布在蒙特楼的各种老咒的建筑里 为500多家中小企业的承租户服务 更创造了3000多个就业机会 尽管近年来发生了疫情 但他们的出租率仍是百分之百 其中一个最经典的物业是建于1919年 面积超过千坪的复合式商业区 以前是席梦斯的床垫工厂 被收购时那里几乎是废弃的状态 沃德兰德没有选择拆除 而是改建250个老旧残破的商业空间 建立艺术家社群的社区 鼓励艺术家们彼此交流及合作 并建计了活动中心 健身房 还有儿童日拖中心等 满足了许多的企业客户 现在这个复合式商业区 在当地非常受到欢迎 老屋的重生 也对社区不断扩散社会影响力 房地产的环保 首先得从拆除的问题开始 沃兰德说 通常承租户会请来他们的建筑师 把空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拆掉 然后再重建 但仅仅是重建了一堵墙 而且是往左边的四英尺移动 拆除费用昂贵 又对环境具有破坏性 因此沃兰德 请他们的承租户 适应他们的新做法 不再将墙壁向左移动四英尺 而是考虑现有的空间条件 并根据租户的需求 进行重新的设计跟改造 另外他们也会将环保意识 注入自身经营的出租住宅 比如说协助租户做资源回收及堆肥 节省了很大部分的废物清除成本 甚至在另一个租户的建议下 在某些建筑物间树立了风箱 生产的蜂蜜可提供给住户 甚至拿到外面卖 再回馈到租户的租金上 这些做法不仅聚集了一群 价值观一致的租户社群 也吸引了许多来自欧洲的 国际上市公司想来投资或合作 因为对这些公司而言 他们必须展示环境社会 还有治理的政策 因此像你从哪里来这样 兼顾社会议题及利益的B型企业 对这些投资者来说是一举束的 这样子的做法不仅仅聚集了 一群价值观一致的社群客户 也吸引了非常多来自欧洲的 这些国际企业想要来投资跟合作 因为对这些公司而言 他们必须要展示他们对于 环境社会还有治理方面的政策 因此像你从哪里来这样子 兼顾社会议题还有利益的B型企业 对投资者来说就可以一举束的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这Stylish的资讯 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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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